台大医院副院长张上纯表示 台大在确认四名患者移植艾滋器官两小时内就开始进行预防性投药 四名患者中目前只有接受肺脏移植患者仍在加护病房观察 其他三人都已转入普通病房 虽然必须同时服用器官移植抗排斥药物以及艾滋预防性药物 但四人情况都算稳定 台大医疗团队将对患者进行三个月的预防性投药 若三个月后一直到后续追踪半年都验不到病毒 就代表患者没被感染 另据报道 台当局卫生主管部门医事处长施充良4号表示 已要求台大医院与城大医院成立专门的关怀小组 对家属及病人进行心理支持及情绪安抚 这起医疗事故虽然在岛内引发纠责与检讨声浪 但涉案医院随即展开的善后工作 还是得到了台湾部分网友和民众的认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